一夜沒有字啊 一夜超可憐 哎呦 哎呦 我知道 戴起老花眼鏡 偶像明星Ella 今天變身為老奶奶 要講故事給大家聽 不過因為看不清楚 說不出完整句子 接著再戴上手套 模擬老人家平常拿發票 取鈴錢等等一場生活動作 不過試了好幾次 都不太順利 全台灣兩萬兩千多名的老人家 他們都是失能失智失意的 一個很孤單的一些角落 很特別的寂寞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在中秋節 給他們一點溫暖 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個 中秋好禮這樣子 希望大家能夠實踐在每一天 所以有一個1250 因為有您的這個 每個月專戶捐款的一個戶頭 藉由半老體驗 Ella深深體會到 銀髮族生活上的不便 也呼籲大家以實際行動 親近愛護年長者 今年由Ella擔任代言大使的 華山基金會2018 愛老人中秋亮起來公益活動 正如火如土展開 成立將近20年的華山基金會 陸陸續續在全台灣設立 383個愛心天使站 服務大約2萬多名 失衣失能失智的山師長輩 免費提供老人關懷仿式 物資協助 原床泡澡 居家環境改善等等 免費到宅服務 不論是捐款 捐發票或是當義工 只要用一點點溫暖 就能夠讓需要被幫助的年長者 中求更圓滿 記者顧燦勇 蔡寶寶島 不能失智 心能失智